我们现在从机场出发 去住的地方在青泥蛙桥下 这里一定要带零钱 我现在到了这个杀猪的餐厅 好浓家乐 它的名字都没有 我们现在点了一个酸菜和盲点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叫杀猪菜 旁边是酸菜 上面是肉 然后本来有雪肠的 然后让雪肠不佳 然后我们还有一碗这种糙米饭吧 它是大牌子 还有logo 还有各种酒 我们点就是酸菜锅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那个量好多呀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就差不多吃了四分之一 有吗 四分之一 然后隔壁点了四五折 然后就两个人 真的特能吃 这个量比较大 这边 这边 这好吃吗 还行吗 你可以入一下镜已经包成这样了 别人还以为我围了什么东西 去坐环城巴士 然后去哪来着 我们现在去环城巴士去那个滨海路 说是大连最美的公路 其实是需要徒步走五六个小时的 真的吗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太累了 然后这样就是特别热 其实我是很喜欢徒步的 时间有点赶 所以我们就打算坐那个巴士 好像是一个人二十块钱 然后你可以在一天当中随你坐 然后不管你在哪个站下 然后在哪个站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特地选了几个点 就是需要打卡那个点 大连旅行资讯服务中心 旁边应该就是这个 环城巴士 上面都已经坐满人了 快要发车了 快去到 我们赶快去 对对对 一个小时一般 小的景区 玩45分钟 50分钟 第一天回来等车 大的景区 你们就看点 一个半小时 一小时40分钟 然后回来等车 一圈不下车的情况下 是两个小时一圈 平票上车 票是不能丢的 票看 大大小时的广场 有七八十个 最值得看的 有几个呢 就两个 一个是新海 一个是我们的东港 新海广场什么时候最漂亮的 就是晚上最漂亮 因为跨海大桥 一方城堡 把灯光全都会亮起来 这城堡好美啊 现在又好像一方城 这里就是两花山 节目真的好大 我们到鱼人码头站了 欧洲建筑群就在这 听说这个是大连维尼斯 那边还有个水城 维尼斯 这是鱼人码头 真的吗 人家还是比较那个的 实在的 码头就是码头 维尼斯就是维尼斯 我去看一下 他们那个照片是哪里拍的 让我找找取景币 在巴塞罗那 对真的很高低 哦 巴特罗芝加 对 前是海带 刚捞上来 第一次看海带新鲜呢 边送边掉 第二根 我们现在在这儿等车了 要提早 但是在这儿等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bug 上面没有那个时间 希望能够马上来 终于到了 它迟到了五六分钟 六七分钟 我们现在要过来坐帆船了 旁边都是摩天大厦 先去帆船基地 就在这个老码头 这里 这是我们的票 我们去不了棒锤岛 因为棒锤岛它一点 钟就关闭了 现在直接来坐帆船 现在穿这个衣服 现在要上去了 好美啊 国际观影中心 威尼斯水上 好快啊 半个小时都没办法 我个人是觉得不建议的 我们现在再去 威尼斯水上的路上 离那个会展中心 过去要十几分钟 这房 鲁马动手场 那个房开前门 我们现在是在 在威尼斯的入口 这里拍婚纱照啊 各种照的人还挺多的 因为这个比较欧式 这里的建筑 我们现在买了船票 然后是两张 一个人是60块钱 10到13分钟 我们现在要过来坐了 对啊 儿子不能够 这地区多少都在 装扶了 哎呀 卡了个也不知道 我上天我也没 我上天没啥剧 是见面见过的 哈哈 还是来好了 这地区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